金融時報週二報導 隨著卡麥隆出訪到大陸 進行採訪的彭博社記者赫頓 臨時被通知禁止進入卡麥隆 與李克強的記者會 英國就此向中共提出抗議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 日前在青島的輸油管漏油爆炸事故 截至12月2日 最後一名失踪人員遺體已尋獲 且確認身份 這次事故共造成62人遇難 今年8月以來 中共當局展開親網行動 先對一批微博大V開刀 央視節目24小時 製作人王清雷今天表示 他因為在微博上批評央視 配合當局親網行動 惹怒領導 因而遭到開除 王清雷在微博上的公開信 留給這個時代的一些真話 遭到全面封殺 大陸導演張藝謀發表聲明 坦承超聲 中共江蘇省吳錫市 濱湖區委宣傳部 昨晚也證實違法生育屬實 但風波仍持續延燒 出現張藝謀超聲子女 為何能報戶口的質疑 新唐雅特電視真理報導